花生的鱷魚 花生的鱷魚 打開蒸籠 這熱呼呼美食 是澎湖人冬至特有習俗 吃菜茧 就像這樣包進高麗菜 咸的內餡 包菜茧多出來的糯米 就拿來搓搓揉揉 又是另一樣澎湖冬至特色 每個人發揮想像力 捏出不同形狀 這是貓咪 還有章魚 甚至還有可愛小豬 另一頭捏好的模樣 用顏料點綴 就在澎湖叫做雞母狗 我們早期的時候 因為沒有這個食材 比較不那麼豐富 我也是說 做一些加醋 也是一個在我們動機技術 有一種說 讓這些東西溜出 比較興旺 用雞母狗這糯米做成的 動物形狀 取代葷十三生 捏出一個個動物造型的貢品 充滿濃濃地方特色 冬至澎湖限定美食 而冬至不吃湯圓 還有另一種選擇 這軟嫩又Q又入味的豬腳搭配麵線 在冬至這一天也賣得特別好 店家滷了這麼一大鍋 還沒營業 客人已經在排隊 吃豬腳過孕 那個是以前傳統下來 就是這樣子的 豬腳麵線就是過孕的 豬腳麵線在傳統中 有去除晦氣的意思 因此冬至吃豬腳 多了開孕的美意 加上冷冷的天 來上一碗熱呼呼美食 冬至若不吃湯圓 豬腳麵線也成了 另一種選擇 三選徐志廷 我愛與胡佳蓁綜合報導